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我们这样共评 一个亲民超度 民意上是在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风俗 为自己的先祖辈 自己的王亲 来做超度 一年一次 中国人的这种认知 都了解 从小到大 即使自己的长辈 活着时候没有教我们 但是你出去外面 都看得到 听得到 都有这些观念 虽然是这样 但是在我们 修行人的眼光想法 不是只有这一生 你信什么 超度你这一生的 信世的祖先王亲 你轮回多久了 你轮回多久了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 心胸要扩大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 我所领导的地方 是这样的观念 一年才一次 一年才一次 这些王亲 你一家都要去say hello 出个面 不一定到你这里来 你看你们供了什么 吸引我来 走一趟路不简单 昨天你们令牌插上去 你们看到什么 我去插那个红色的 都没什么呀 一定要那一天才丰富吗 当令牌插上去 就是在跟他们讲 你什么时候 每天随时都可以来 这里有你好吃的 好住的 好拿的 你们看看 你不要以为 我们是在尝试在玩 我们都正正事事 我们不可能跟人家宣布说 我们七天在做啊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心就是狭窄 自私的多 一听到我们 一个水畅一个法会 做七天 他本来二十块钱 他还是二十块 他变成欠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信念 你们不要像这样的人 所以我昨天 四五点五六点 敢去买东西啊 如果供的负责的人 买很少 压力大 不敢一口气拿出来 我们天啊 天补啊 平常什么都会做 都会花钱 这个时候 广结善缘 广力众生 广除夜报 要懂啊 不是什么都是公款出 才做才说呀 这个时候是你的祖先啊 你的冤亲在主啊 你的冤亲在主啊 你已经去世的父母啊 你的兄弟姐妹啊 你所杀生所杀死的众灵啊 世界各地啊 我昨天在讲 两个令牌米盘都满了 那一个天灾人祸 没有一个人写啊 首先有人跟我讲 不知道写什么 你们认为呢 啊 因为令牌一只一块钱吗 不愿意花这个钱吗 我昨天又写了很多 那上面都是我写的 你不觉得平衡学是怎么样 这边插到满到 两张三张叠在一起 这边土南空的 然后呢 上面写的是什么 天灾人祸什么 这些照令牌所写的 所号召的他们来 放哪里 站哪里 住哪里 吃什么 很简单嘛 这上面已经写了 就跟着这上面来 日本发生地震海啸 台湾也刚刚才发生 世界各地都是 瘟疫的 几年前死多少 就因为封国封岛 世界上的经济全部崩盘 一家家的岛 多少啊 多少啊